DHA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营养元素 它对我们小孩的大脑 还有视网膜的发育 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吃DHA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母乳里面 DHA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基本可以满足婴儿的需要 只要母亲多吃一些深海鱼类 或者是一些鱼类 这些我们的DHA在母乳里面就会比较丰富 所以在母亲的膳食上面 要注意这方面的补充 母乳里面就会含量比较多一些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配方奶 如果没有吃母乳的孩子 可不我们的配方奶的话 我们的配方奶里面 大部分的配方奶里面都嵌加了DHA 而且量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也不需要再额外进行嵌加 如果是大一些小孩的话 建议是吃一些鱼类 尤其是一些深海的鱼类 这样的话DHA补充也是比较充足的 其次DHA的话 也可以由亚油酸转化而来 亚油酸的话 主要在我们一些坚果里面 含的比较多一些 例如一些花生了 开心果了 这些坚果里面含都比较多一些 可以进行嵌加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